閃亮的題目 陪我們去閃亮 一千零一個夜晚 簡單的訊息 讓人更簡單 嗨大家好 我是徐瑋翔 我們今天在拍演花這首歌的MV 我旁邊這一位是Birdy導演 大家好 我是Birdy 是這一次演花的MV的導演 這首歌在講述我的一個 在以我自己憂鬱症的經歷為一個出發點 掙扎的一個過程 我第一次唱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蠻暴力的 就是視覺感是衝突的 整支拍類似對嘴的表演 我們用一個類似有一點點儀式感 有一點點大家在想像這個聲音的人是誰 所以我覺得我們就把場景弄了一個網球場 然後透過兩個記者在轉播的觀點 去看這個看不到的歌手在唱歌 然後透過旁觀的方式 然後去呈現這個聲音 關於演花這兩個字 演花撩亂的那種感覺 類似像鏡子的電影 它是在反映你自己 你會去從裡面看到你自己是誰 我在腦中或是跟這個外界做一個辯論的時候 那個很複雜的一個狀態 我覺得演花這也是我在發想過程時候的一個主要的關鍵字 因為其實我是透過記者的角度在看這整件事情 所以其實記者在拍攝的時候 我會透過記者的觀點 記者一下拍奇幻的女子 一下拍台上的麥克風 所以其實到後來記者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在拍什麼了 我覺得那個狀態到音樂後面的堆疊 它結合起來是會蠻讓人演花撩亂的 然後我覺得歌詞裡面有一段我覺得我很喜歡 就是後面一直在講閉上眼閉上眼 就是當你覺得演花撩亂的時候 閉上眼是唯一的解決方式 但可怕的是即便閉上眼你還是演花 好 我覺得比較期待聽眾他們會聽到什麼樣的自己 我喜歡讓大家自己去聽讓大家自己去感受 我覺得這個比較是一個作品的該有的意義 我與Bertie導演合作的演花已經上架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掰掰 掰掰